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理后定期的复查过程当中 相对的难度就要降低一些 这两个病例都是这几年定期在我这做复查的病例啊 可以看到这种非常典型的角化层啊 珍珠层或者是 葱皮一样的结构啊 这种描述白色的 然后外耳道的骨质啊 有破坏的痕迹 上面坑坑嗷嗷的 行车外耳道胆指流的根本原因是外耳道皮肤字节功能的 部分或者甚至完全的丧失啊 有的是整圈 有的是局部 一般好像局部的比较多 靠底臂和后臂的比较多 皮肤字节功能没有 所有的新陈代谢产物都在 或者是卫尔道上年复着 日积月累最后天充满 首次发现的时候 一本都比较晚了 成年人比较多啊 小朋友呢也有 小朋友就更头疼了 因为小混在这个叮咛翻射的病例当中啊 首次就诊的时候很容易被当作叮咛栓色做处理 而实际上呢 它的清理方式跟叮咛栓色是不一样的 叮咛栓色是可以通过第二页软化以后 再冲洗掉或者是用吸引器清理掉 而二道胆指流是只能通过工具啊 你要想把它冲掉是不现实的 它的脚化层是粘附在甚至是浅钝在骨骼当中 有些地方真的有点像这种 你看刚才现在屏幕正对着这个区域 骨骼缺一块 就像用刀切出来的一样 正常的情况下 巴尔道的骨指是比较光滑的 我这种有过胆指流侵蚀的 万尔道的骨壁是属于坑坑坑坑的状态 万尔道胆指流跟中二胆指流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我看到之前有朋友在留言区说 说看到有的医生说这个胆指流需要手术 如果人家说的中二胆指流那个就没错啊 而万尔道胆指流是主要是通过这种清理方式啊 当然有些 像是这种填充状态下没有办法配合的 那就也可以考虑在麻醉下去收拾 当然清理的过程是一样的 一部分的病例啊 万尔道口如果狭窄啊 同期做万尔道口的扩张 它是以清理为主啊 并不是咱们理解的传统的这种手术啊 要做切口 要做这种 重新塑造的这种形态啊 像这两个病例定期复查就简单的多啊 几分钟就完事 如果说这个拖的时间太长 逐渐形成了填充状态以后完全填满 那个清理过程就比较困难啊 因为会很疼 现在还可以啊 现在属于可以接受的状态啊 这两个很像 这两个病例啊 都是呃 外耳道的靠下半圈 下半圈的这个皮肤的功能不行 上半圈还可以 两个病例比较像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结束啊 我们周四 再见 再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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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